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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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六位学员来到答题区域接受考验 帮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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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头 加油 加油 A组 请看题 加油 什么情况 这个疯一样的女主是谁 她与灵莎莎距离越来越近 完全是一匹黑马呀 六位海淘 加油 天哪 黑马同学与林莎莎 竟然只有半步之遥 谁能告诉我 这匹黑马到底是谁啊 第二名 怎么会这样呢 最后不是逆袭啊 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请问名次真的重要吗 既重要也不重要 A组居心童请回答 我认为呢 名次其实不是很重要 古往今来的人们 他们都很同意这个观点 李白曾经说过 功名富贵若常在 汉水易英西北流 好有文学功底啊 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 小时候从农村转到城里来 成绩不是特别好 同学们都瞧不起他 但后来他奋起直追 不也发现了万有引力吗 所以呢 我认为名次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要呢是努力的过程 谢谢大家 A组燕伟哲请回答 我也认为名次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成绩更加重要一点 因为我们名次是在跟别人做对比 但是成绩你是在跟自己去做对比 你可以通过成绩 你来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过去的自己去比 才是一种好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名次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谢谢 A组张燕子请回答 前两位同学他们都认为名次不重要 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 名次是重要的 这个名次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良性的竞争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衡量自己进步 与退步的一个最公平的标识 告诉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懈怠 毕竟山外青山楼外楼 莫道军行早更有早行人 康德曾经说过 没有目标的生活就像没有罗旁的航行一样 我们成长的小船都已经在人生这样的大海里迷失了方向 怎么才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到达终点呢 所以我认为名次是重要的 现场观众根据A组小主播的回答进行投票 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最终张妍子以83%的支持率率率先晋级下一轮 感谢 答题结束 请回座 张妍子厉害 天海这么在场上聊名次的时候 其实也在想 我们当然要鼓励他们去拿冠军 我们又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在意冠军 所以就处在毛润润的两边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 不为第一 不耻最后 首先鼓励孩子自己跟自己原有的条件 原有的成绩来对比 然后再横向看看能不能跟一个 原来比自己优秀很多 强大很多的对手去比一比 看看能不能缩短差距 我觉得这样可能孩子的心态会好一点 同时家长的心态也会放松一点 一组请看题 爸爸走路看手机 撞到停在路边的汽车 费路人大响 妈妈逛商场看手机走丢了 等了很久才找到我们与我们会合 还有爸爸玩手机烧干了水壶 妈妈在地铁玩手机坐货站上班吃了 现在买菜都可以直接手机下单送货上门了 手机支付也特别方便 出门不用带钱包 这么说手机也不是那么不好 请问手机到底好还是不好 B组胡又涵请回答 我觉得手机不好 因为我觉得手机会让人变得很懒惰 不信我现在给你们出的题目 9乘上8加5减掉3 再减掉9再减掉2 等于多少 打开机算机70 甭管对不对反正快 对的 你们不要打扰我 不要打扰我胡姐 听见了吧你们俩 被胡姐批评了吧 许多人呢 现在用汉子拿V写都不记得笔画了 我们从这两个小细节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很多人都很依赖手机 都很习惯手机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手机不好 说什么都对 B组 马雨晗请回答 我还是觉得这个手机啊 它有的时候是不好的 因为大家知道啊 在这个手机发明之前 我们要联系一个人 是要通过去写信的 然后发明手机了之后呢 这个人与人之间呢 就变得根本就没有距离了 我们想要见一个人 给他打个视频电话 这就知道了 那就不会出现 今夜故人来不来 交人历境梧桐瘾 这样子的情况了 我们同时也失去了 我们在这个等待过程中的 期待感呢 所以手机啊 有的时候还是不好的 谢谢大家 哎 马雨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什么时候手机是好的呢 这不就到我来说了吗 我来告诉你们 手机什么是好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 手机它出现了 现在这个手机呢 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什么买菜呀 什么坐车呀 对 外卖呀 对不对 都是用手机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手机怎么办呢 买菜买菜买不着 坐车坐车走不着 那这根本就是又不能动又不能吃 你还不能打开这个卖机 TV 看一看我们的看法小主播 怎么能乐呵乐呵呢 所以啊 手机它还是好的 只是使用它的方法不同 看方法 看人而不在手机 现场观众根据B组小主播的回答 进行投票 主良 主良 帮我拉一下票 我看你一点不紧张 胡姐 最终 李月彤以88%的支持率 紧急下一轮 谢谢瓜哥 小黑哥 厉害 接下来四位小主播 为了剩下的两个晋级名额 进行答题 他们的题目是 爸妈说话不算数 你怎么看 四位小主播精彩输出 一切话的重量呢 可比百量金子重多了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放下情绪 跟父母去好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才是更高效的解决办法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 君子不轻诺 尽诺之则不轨 会让我们小朋友 在心中对爸妈的威严 那就会荡然无存了 最终通过观众投票 居心童 马雨晗 无缘进入第二轮 好 然后我们也要张开怀抱 我们先拥抱一下 两位回归的学员 来 好棒 好棒 经过本轮比拼 张颜子 李月彤 叶伟哲 胡又涵 成功成为全国前四项 接下来 台湾将进入第二轮表达力考核 本轮为表达力考核 四位小主播分为两组辩论 争夺全国前三强名额 两位导师加入助力 观众根据两方辩论表现 进行投票 票数高的一方全员晋级 票数低的一方则根据表现投票 支持率较低的小主播 吴源前三强 请四位晋级学员来到主舞台 这台子还是那么的熟悉 首先来看一下本期变题 我的妈妈总跟我说 隔壁家小王学习很好 让我多向他学习 但是有一天隔壁小王出去玩耍 我和妈妈说 小王出去玩 我也想去 妈妈说 你就又跟别人比 我很疑惑 请问我到底要不要和别人比呢 从事我攀比就有点不好 我想那种攀比 而且你唯一的衡量标准 就是自行 你干嘛和别人比 你闲着没事干的 你吃饱了撑的 请四位学员自行选择持方 月桐你是选 跟别人比还是不跟别人比 不和 我都行啊 你选呗 不和别人比 不和别人比 咱就听胡姐的吧 胡姐说不跟别人比 那谁想跟胡姐一对 我随意 你选 不行 你和我一个对 听胡姐的 完了我们就要跟别人比 好吧 天鹰 天鹰 哪一个地方是反方 不然会跳动情绪呢 就是这个站位 现在有请两位老师 上台选择持方 主导老师 主导老师 主导老师保护我们 加油 走 我觉得我跟黄建祥老师上来 就是代表着爸爸和妈妈的不同 大爷 你作为爸爸 你选哪边 我觉得黄大爷他会反方 我选胡又涵这边 你看 你看看 我选烧烤队这边 对 我们永远都是烧烤烧脑 全不怕好题难题都拿下 现在是题目讨论时间 讨论 你们是真的就喜欢站这个是吗 对啊 好 刚才我觉得你在之前的那个发言里面 都已经有些观点了 对 有些观点跟这个其实很类似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你们呀 得分你知道吗 得分的时候就记得针锋相对 那个胡姐咱们商量一下吧 谁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 我想先说 就因为你是队里最大的嘛 对啊 因为你年龄最小 我年龄最大 咱俩放在一个队呢 把平均年龄拉下来 还比较合理 是不是 我呢 你年龄正合适 来 我呢 你来 加油 这是亲爸粉 对 对 亲爸粉 对 我觉得你有点像 你有点像亲爸爸了 亲爸爸 他本来就是你亲爸 和孩子妈妈 我心里遭受一万点的暴击 我觉得你也像个亲爸爸 好家伙 当高认亲 请开始第一轮理论陈述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 我方认为我们应该和别人比 因为我们需要用和别人比较的方式 去正确地树立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句话 总结得非常到位 以始为尽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尽 可以知得失 这句话告诉我们 就是说 跟别人比 可以知道自己厉害的地方 也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从而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让自己好好地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所以我方认为 我们应该和别人比 有请反方一辩 但是我觉得呢 不应该和别人比较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 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 一棵树上很难找到 两片形状完全一样的叶子 那如果世界上每个人 都要和每个人比较的话 那可能世界上每个人 都会变成一样的 难道周九阳老师要放弃搞笑 变得和我一样可爱 不行不行 九阳老师的搞笑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可爱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如果世界上的人 都是一样的话 那这个世界该多无趣呀 所以啊 大家还是相亲相爱 不要比来比去啦 大自然里面有一个共生效率 单独生长的植物呢 一般都生长得比较矮小 但是我们一群蜘蛛生长的地方 一般那些蜘蛛都长得比较高大 因为它们在比谁的水和养分 吸收得更快更多 所以连万物万事都在比较 那么我们的人类 那么高级的一个动物 为什么我们不去进行 这种良性的比较呢 这样还能促使我们双方都在进步 这岂不是一种双赢的表现吗 我们迈克尔杰克逊都说了 咱要比 他的一首歌里面是这样唱的 避雷 避雷 所以说我们去比较啊 能更好地认清楚自己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比较 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比较 谢谢 不当老师上来先行凶 砸了我的手一下 那是温柔的鼓励 到你发言 好 该我说了啊 我方认为家长不应该 拿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 因为孩子们从来没有拿爸爸妈妈 跟别人的爸爸妈妈进行过比较 孩子们来做孩子的时候 是盲选来的 那凭什么当孩子做了你的孩子之后 你将男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呢 另外有些家长错误地以为 这种比较是对孩子的一种激励教育 一种鞭策 往往这种比较最后变成什么 用自己孩子的缺点 去比别人孩子的优点 他恰恰忘记了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点 刚才第一个问题很好反驳 我想问现场所有的人 你们真的从来没有羡慕过 别人的爸妈 有比自己爸妈更多的一个优点吗 你不会羡慕别人 说你看他们家妈妈 都让自己的孩子出去玩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玩 这不是比较吗 我们有时候也会 自己拿自己的父母 去跟别的父母比 这是一定的 第二呢 我觉得我跟黄建祥 特别像一个爸爸和妈妈的 不同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我是二胎妈妈 我有个女儿四岁 我有个儿子六岁 孩子打出生开始 我就在拿我的孩子跟别人比 因为大家知道孩子一出生 就会要拿身高体重要测量 然后有一张表 你跟别的中国一百个孩子去比 你这样不比的话 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的 发育成长水平是怎么样的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壮实的呀 但是医生会告诉你 他的目前的体重 在平均线以下 你得给他换奶粉了 你得给他追奶了 所以这个跟我比较 我才能知道我孩子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比呀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处不在的 比无罪 怎么去使用这个比 去衡量那个刻度 是有罪的 咱们该比还得比比 好 用我说话吗 你躲回去吧 我也不知道 那我还是说一下 他上他可以 可是我们的家长 在比较孩子 跟别人家孩子的时候 目的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说你看看 人家都会这个了 你为什么不会 人家都考一百分了 你为什么就考九十分 我们家长往往的比较 是这样比的 而不是说 没关系孩子 他虽然会被 唐诗三百首 但是你还会写 很好的书法呢 他虽然会打篮球 但你还会游泳呢 他虽然会唱歌 但你还会跳舞呢 就是我们要看到 自己孩子身上的 优点 优点 而不是总是想让 自己孩子变成 十项全能 无懈可击 文武双全 包打天下 什么都会 往往是这种比较 对孩子的伤害 是最大最深的 千万不要被这个父亲 给带偏了走 这是一个灰色的父亲 这是一个说话 都是不经过 他对我们的父母 教育太灰色了 为了让孩子 清楚地认知自己 你不能无条件地爱 要帮助孩子 认清你自己 认清你所在的位置 但是妈妈接受你 爸爸接受你 而不是说孩子 来捂上耳朵 捂上眼睛 这个世界没有你 只有你 没有别人 只有你 你就是最棒的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 父母对孩子的爱 应该是无条件的爱 而不是说 你要做到怎样怎样 你要比过 谁家孩子怎样怎样 我才爱你 因为孩子爱父母 是无条件的 他们是无条件 来选择给我们 做孩子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 不能有条件地 在比较当中 才觉得自己的孩子可爱 并论结束 有请正反方进行截变 首先有请反方截变 我们听一听 这个题的前作是什么 老妈老把我和别人比较 这好吗 这不好 这个比呢 它就是攀比的比 这种比较 会让孩子 有一种消极的心理 就觉得 我什么都做不好 那进化论 我们人是怎么站在 这个食物店顶端 我们退去了 能够夜视的眼睛 退去了爪牙 退去了鳞片 进化出了我们最强的大脑 这不也是一种 进化自己最强的地方 然后弱化其他地方吗 我们最后呢 也是整整站到顶点之后 才开始补全自己其他缺点 也是根据自己的不足 看到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真正去跟别人去比较 不要拿自己的短处 和别人长处比 要相信自己 做好自己 人的内心就要平静 而要强和 做好自己 那就是最好的你 请正方进行戒变 我方观点是 我们应该和别人比 我们在跟比我们厉害的人 比的时候 可以激励我们前进 但是在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 跟我们比差一点点的 这些同学来比 正好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你还有努力的希望啊 并且我还想说 如果不是因为比较 我们就不知道 其实还有很多人 他饭都吃不饱 他连学都没有得上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抱怨的 竟然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从我们整个生物进化 进化论里面也记载了 里面有句话叫做 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 我们这个地球上 每一个生命 它都是在与别人的 比较的过程中 它才去会提升自己 况且我们的祖先 人类 我们的祖先 也是经过一轮一轮的比较 最终攻克所有的难关 才能站在熟练的顶端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 不那么认可这个比较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大家也不认可自己呢 谢谢大家 好 辩论结束 现在有请观众投票 支持正方请按一号键 支持反方请按二号键 我觉得广大 广大从小就深受家长 拿自己跟别的孩子 比较的受害者们 都会支持我们的 我们先 我们先占了 我们先占了一个人情舆论的优势 咱们能不能说要一点正能量 我们是改变这个状态 永远在说灰色 这个时候会永远不会改变 投票结束 请看投票结果 我们赢了 恭喜正方获胜全员晋级 我们赢了 有请正方两位学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谢谢老师 有请导师们回座 对不起你们 是我拖了你们的后腿 没有 你好 现在还剩一个竞技名额 有请观众为剩下的两位学员进行投票 投票结束 请看大屏幕 恭喜李月彤顺利晋级 请回座 胡姐 胡佑环 你四强 很厉害 胡姐 没事 没事 你今天辩论真的很精彩 真的 没事 没事 确实在辩论这个环节 对于佑环而言还是有点难度的 毕竟年龄这么小 对 真的 他能够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这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佑环你现在也是全国四强 你未来可期 胡姐你看 剩下的人 剩下的人都比你岁数大 都是你的哥哥 你是最小的 你现在是全国四强 其实你现在已经是无冕之王了 胡姐 而且纵观整个比赛过程 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 真的一定就是胡佑环 每一次我们都特别期待你上场 就想听听你说什么 就连刚才辩论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停下来 就想听你说话 这就是你的魅力 这是别人没法比的 你真的很好 请胡佑环回到所在班级 继续为队友加油 拥抱他一下 其实辩论啊 找到对方观点的语病 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像汉语的语病 可以找我们四位导师 那像英语的语病呢 就得找512talk专业的外交老师了 一对一的实时的交流 能够让孩子呢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 就把英语给学好了 你们知道吗 今晚是领取开卖吧 大礼包最后一次机会了 所以现在赶紧去下载 512talkAPP 里面呢有趣味单词课 还有动画的绘本课 孩子啊轻轻松松地 就能够把英语学好了 那么好的福利今晚 可是最后一次有机会领取了 赶紧去下载 千万不要错过 经过本轮比拼 张颜子 燕伟哲 李月彤 成功进入下一轮比拼 接下来 他们将面对更强考验 不过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来活跃一下气氛 进入本期三针卡游戏时间 接下来进入三针卡游戏环节 主播猜猜猜 三个班级的导师 随机挑选本班一名学员 进行游戏 大屏幕给出答案 参与成员通过抢答 猜测问题 猜对得一分 分数最高的班级 获得本期开麦把小主播 最后一次 512talk大礼包 请看大屏幕 答案是猪丹 快快快 快说点假话 最聪明的人 什么 最聪明的人 最漂亮的人 为什么他答错 为什么他答错 碰我们的人 太假了孩子 太假了 当然呀 最知性的女人 最美丽的女人 提示一下 主导老师喜欢提问 最脑洞的人 来 问题最多的人 接近了 主导老师爱问一句话 我爱问一句话 最爱问为什么的人 回答正确 来 谢谢 我有那么爱问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师来了 就是有童心呢 请问 就出来之后 让我自己本人 都不太认可我自己 请看下一题 答案是凉甜 最温柔美丽 漂亮的人 最天真烂漫的人 和穿着有关 啥 跟穿着有关 久良老师说过 梁婷老师穿得很复古 您是怎么评价的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说 我说他穿得像我姥姥 穿得像一只翡翠 回答正确 对 而且今天那个 梁婷婷老师 穿得跟翡翠似的 穿得像一只翡翠 说您像一个小育人一样 天哪 现在分数已经统计完毕 黄建祥梁田导师班级 和周九良导师班级 都猜对一题 各得一分 朱丹导师班级 未猜对不得分 所以恭喜黄建祥梁田导师班级 和周九良导师班级 获得五一talk大礼包 有礼包 有礼物 最后一个抢五真卡 我们把失去了 有请Max送上大礼包 谢谢 谢谢 来 你拿着 你拿着 我们赢得了 五一talk大礼盒 所以接下来 也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那么现在下载 五一talkAPP 就可以领取 开麦吧小吴主播 专属会员福利大礼包 还有超多精品英语课程 等着大家 今晚是最后一次 领取机会咯 我会和其他外交老师 带你们说好英语 step by step 什么意思 就是一步一步的 Just like Max的小水步 就是一步一步走路 扎扎实实学习 大家赶紧下载 五一talk 抢课程福利礼包 错过可就没有啦 接下来进入第三轮 应变力考核 接下来为应变力考核 导师进行主题演绎 三位小主播 需根据导师表现 应对状况 现场观众 根据表现精彩程度投票 票数最末的小主播 成为季军 前两名则晋级最中轮考核 本轮启用三针卡 请朱丹老师打开三针卡 总决赛的三针卡 这个时候显得 这三针卡特有分量 太期待了 优先选择答题类型 因为我们队还有两位学员 严子和韦哲 所以是我们班的两位 都可以优先选择吗 是的 请看大屏幕 朋友 同桌 父母 什么角度吧 是吧 那你们选吧 我想选朋友这一个类型 让严子选哪个 我就是很敬佩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所以我选三 我选父母 好的 那很抱歉 吕业童 那你只能同桌了 首先有请燕伟哲 及周久良老师 以及黄建祥老师上台 第一个就是我 请看大屏幕 你的两个好朋友 黄建阳和啾啾良 在你家看电视 此时啾啾良要看 23号牛奶堂 黄建阳要看疯狂的麦吉 于是两人发生争执 请你结合图片信息 进行调解 这啥图片 看要不要把小鼠窝 和凶手蛋糕 这是我直接现在开始调节 还是他们两个先闹一场 估计得闹 我想看个戏 我要看个戏 阿杨啊 咱们一起看23号牛奶堂吧 对 我要看疯狂的麦吉 我想看23号牛奶堂 我就要看疯狂的麦吉 那我们那部好看 那部好看 咱们看动画片好不好 我要看动画片 我要看动画片 停停停 你们俩先别吵了 不行 我们就要吵 我们不要那么倔强 我们还是有明白一些事理的 我们不讲道理 黄建阳啊 你呢 可能稍微年纪大一点点 那我们也要学着 让着点小弟弟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知道小刺猬和这个 小杨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吗 这跟疯狂的麦吉有什么关系 这虽然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其实里面 隐含了一个道理 就是小刺猬跟这个小杨交朋友的时候 小杨首先要学会 穿上一个伯伯的卡卡 然后呢我们的小刺猬 学会着录出素质 然后让我们这个小杨去拥抱他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我们其实在做好朋友的时候 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刺 都让他们进进去讲 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矛盾啊 那他凭什么不让我看凤凰的麦吉 因为你有刺 他就是有刺 你有刺 不是大家 我是那个杨 我们都退一步 我叫黄剑杨 对我们退一步凯阔天空 我名字里就在杨 既然你们两个都不退让好了 那就一起陪我看开面板小主播 开面板小主播呢 是我最喜欢看的节目 那里面有很多口态特别好的小主播们 还有很多出色的老师 就比如说我们的周九良 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象征演员 什么书学逗嗆 他都做得特别的好 里面还有我们非常优秀的足球解说员 就是我们的黄建祥老师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看麦把小主播这个节目 我告诉你 自从胡姐退出之后 我就不想看麦把小主播了 甭看了 别看了 而且你们有没有忘记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你的生日是不是23号 是的呀 你的生日应该看23号牛奶糖 对不对 不是啊 我们今天呢 我是受薪啊 大家还是听一听我的意见嘛 好吧 你看开面板小主播 但是我们两个要吃蛋糕 可以啊 我们一起去买 然后吃完了蛋糕之后 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好 哎呀我的妈呀 累死我了 太难了 太难了 黄建祥老师 终于黄老师 你们碰过我了 答题结束 请各位回座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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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接下来请张颜子和朱丹老师 以及黄建祥老师上台 又有我了 又有黄建祥老师了 加油 加油 颜子 加油啊 我都替我们班两个孩子 捏了一把冷汗 朱丹老师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放回你的学生 请看大屏幕 妈妈要求你一股作气把作业写完 爸爸却坚持劳逸结合 准备带你出去玩 于是爸爸妈妈争执不休 请你结合图片信息 劝说父母不要再争吵 一个说一堆土豆 这怎么说 这什么意思呢 你管它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 快点做呀 做作业 这就开始了 那当然了 儿子 咋了你 我看你在这都已经写了半天 只有五十分钟了 一堂课的时间了 也是 什么就也是 你写完了吗就也是 就五十分钟才做两道题 干嘛去 五十分钟做两道题 说明这两道题难 难怎么了 所以趁难 难的都解决了 简单的很快 一结课 别搭乱干嘛去 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我咋不能动手 你说我老公 这个题对你来说 有点难 你不如放一放 换个思路 出去玩一会 走咱们楼下把我玩球去 咋的呢放一放 这题就变简单了 你能不能尊重孩子的想法 爸 我先联系个人 你爸 你手机给我一下 我那种事 玩什么手机过来 手机给我 干嘛 你拍什么 我拍你们俩正常的照片了 你们俩这样 我可就发给爷爷奶奶老爷老爷了 你们也先管我 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业 然后你们了 爸妈妈管管你 哪我爸妈压我呢 我们没吵架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对 我可都录音了 我认为你现在 做作业的效率已经没有了 你就该换个方式休息一下 妈妈呢觉得说 既然都做到这了 赶紧把它做完 后面想玩可以尽情地玩 不用有负担了 你说是不是 但你刚拍照那个爸妈妈 确实觉得说是 可能我们在你的视野当中 我们的样子有点猙獰了 错了 我一点都不猙獰 我一直面在微笑 笑话就动手的是你妈 解决问题 我想到一个双方 都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看 今天是三月十二号植树节 就是说对吧 今天植树节 我们出去植个树 正好我日记还没有写完 收拾一下素材 妈妈你看 您买那么漂亮的衣服 那么漂亮的裙子 您都没有穿过 今天天气这么好 咱出去溜一溜 爸爸呢 你看你妈妈气得 脸都气得通红 不要这样 您呢就赶紧认个错 做到妈妈最爱吃的 土豆炖牛腩呢 一定要把肉鸡子煮得嫩嫩的 妈 您也就大人有大量 原谅一下我这个 不懂事的爸爸 你爸总是在你任人做作业的时候 来捣乱 听我说 作业这个事怎么解决 爸爸您不是做饭去了吗 放心 玩 咱看你玩得上 我做饭去了 我再喜欢 在您做饭的时候 我不可以写完 咱们又追去植树 咱们又妈让妈穿上美丽的衣服 我还写完作业 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好嘞 这个家庭最强势的还是妈妈 气场在那儿 答题结束 下面有请李月彤和梁田老师上台 接下来李月彤面对梁田老师制造的状况 没有给出及时的反应 自顾自回答 你借我一支笔 我给你写个借条 好吧 你不相信我了 是吧 算 这样了 我先送你一个本子 也不用你还了 我有本 你送我支笔行吗 我觉得李月彤这个表演 非常不符合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里 一个男同学 如果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同桌 不断地跟她借文具的话 她是会很愉快地 接受这样的现实的 这段我自己拿自以前花的 请另外两位学员来到舞台 现在请现场观众 根据他们的表现 为他们投票 曾经有一个和EJ老师 学习英语的机会 放在我面前 可是我却没有珍惜 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人是件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了吧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 一夜您放心 现在在五一超克上学英语 那里都是像EJ这样 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一嘴一 说话说的教你 学好英语 发音 词汇 语法 总等搞定 不怕学不贵 怕是没钱给你交学费了吧 不用钱的 现在下载五一超克APP 就能离院免费视频 这种话叫一对一课程 啊 这么好 卡 我现在得赶紧下载 五一超克APP 跟外国老师 一对一学习英语了 耶 现在请现场观众 根据他们的表现 为他们投票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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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尔哲 马上就到最后的 节赛环节了 你紧张吗 其实吧 我还是有一点小紧张的 我认为啊 不管最终冠军是谁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就已经证明 我们是各方面能力 俱佳的小主播了 没错 多亏有我们的成长好伙伴 奥姆进口儿童牛奶的助力 小小一盒大能量 含有钙铁铅为时速低 营养元素 我们都爱喝 干杯 来 让我们一起喝 奥姆进口儿童牛奶 为他们俩加油 加油 加油 现在张颜子 燕伟哲 成功进入最终轮考核 他们将向全国总冠军 发起冲刺 最终轮考核为 演讲力考核 两位小主播提前自备演讲主题 并进行了采风拍摄 观众根据现场表现 进行投票 排名第一的小主播 将成为本季 开麦把小主播全国总冠军 排名第二的小主播成为全国亚军 冠军所在班级 也成为本季金光班级 首先先有请燕伟哲上场进行考核 加油 加油 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是 一件警符 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 每次回家时 他都会把他的警符 跌得整整齐齐 每当我妈妈 在熨烫警符的时候 他都会站在旁边 像个监工一样 一丝不苟 妈妈经常对他打趣说 你干脆跟你的警符 回去过日子吧 每当爸爸听到这话 总是招招哄脑勺 对着妈妈憨憨的一笑 但是在生活中 他却极其地不靠谱 简直就像个马大哈 常常要出门 两个脚的袜子各一款 打开衣柜 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在哪里 家里的电视机买了那么多年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和妈妈曾经一度怀疑 他要是离开了我们 那估计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但是他在工作中 就仿佛像换了一个人 变成了电影里面的超级英雄 我记得那是2014年8月19日 爸爸工作的辖区里 发生了车冲盗窃案 犯罪分子十分地狡猾 每次作案时 都会选择监控盲区 这个案件的侦破 给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爸爸和他的同事 在街道警行的那一刻 在全市的八个区 两百多个监控探头 反复侦查几千个小时的监控视听 终于 脱茧抽丝 在细小的线索中 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踪迹 并将犯罪分子神之于法 但是对于英雄的爸爸 我更多的是埋怨 他守护了这个大家 而我们这个小家呢 我和妈妈呢 别人打篮球的时候 有父母的陪伴 放学的时候 有爸爸来接送 他们在学校里受到委屈的时候 还可以跟爸爸倾诉 而我呢 却都没有 我有时候经常在想 是不是爸爸爱工作胜过于爱我和妈妈 但是 妈妈总会对我说 孩子 你要知道 那件警服所承载的重量 它承载的是千千万万个 像我们这样幸福的小家 刚开始听到这句话 还不是特别明白 而现在我却明白了 那天我印象很深 是2020年2月2日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 新型冠状病毒 男人 cole 女人 身线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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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有请张妍子上场进行考核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张妍子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凌晨五点半 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每天上学 放学 上班下班 三点一下地生活着 我们都很熟悉白天的城市 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特殊的时间 凌晨五点半 相信在这个时间 大部分人都还在睡觉吧 凌晨五点半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又有谁在为这个城市忙碌着 带着这份好奇 我在凌晨五点半走进了这座城市 并拍下了一些画面 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个平凡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张妍子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凌晨五点半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长沙的街头 看一看这个时间段会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早餐店 粉店 老板 请问 您每天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 每年都是这样吗 三点半就起床 三点半 起来要搞马子呀 做配菜呀 因为这里有很多附近家的来吃吃完 我就很有成就感 不客说你的东西搞得可以呀 就觉得还行呢 正如大家所见 刚刚视频中的两位 就是这家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老板总说呀 他们一家子都是做早餐的 他们的生活也都在早餐店里 那么除了赚钱养家外 他们对于这份工作 得到最大的成就的评价就是 哦 我能够得到我顾客们的认可 他们的努力 给这个城市赶早的人们 送上了清晨的第一抹温暖 同时啊 我们在凌晨五点半 还采访到了一位环卫工人 魏阿姨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阿姨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从事这项工作 那您明天 每天早上都是几点起床 我们都是四天作业起床的 我住了三年多了 我们这个天天都没家的 天天如此 过年也是这样 都没得休息 反正一天走一万多五的路 天天就这样来回 早上走完了之后 觉得这地方好干净的 都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的儿子都觉得 我的妈妈好伟大 这么工作 就是每天 每天他们能 在他们学习的周边 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都觉得我的妈妈好伟大的 像阿姨所说的 自从她开始做这份工作 数一数 已经过去了三个春秋 这是一位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阿姨 每天重复着 枯燥的 没有新鲜感的工作 周而复试 无论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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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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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刚在看暖天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种特别荣幸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一起哭过笑过然后一起拥抱过 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上那个APP就可以领取开麦把小主播 好的朋友们 拜拜 再见 关注金银卡通官方 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 迈及成长说 金银卡通官方微博 官方抖音 官方快手账号 感谢新浪新闻 网易视频网易号 前程无无忧 中华万年力 超级新饭团 OWAT一直与 模范生爱多APP WiFi万能钥匙 泰日报 西班球 洗鸟工考 格雷盒子 金融八华女 选决星河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通无阻超快乐 我要我要我要 要想打开 再给抱